挤振硬算 挤振是线性代数中最常见的数据结构之一 在数字计算中有广泛的应用 挤振与方程组、行列式等联系紧密 挤振的变换体现了基本的数据方法 例如上一节我们介绍的高斯效应法 就是利用挤振来求解方程 对于挤振可进行各种硬算 然后本节我们介绍用C语言进行挤振常用印算来操作 在计算机中我们通常使用二维数组来表示挤振 那么挤振的印算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挤振的加法印算和挤振的乘法印算两种 首先我们看看挤振的加法 挤振相加就是将两个挤振对应位置的元素相加得到新的挤振 那么我们看比如这个挤振 那么对应的比如说第一行第一列五加上第一行第一列的一就得到六 最后这个七加四得到十一 那么这样我们就得到这个挤振 那么如果我们要对挤振进行相减 实际上就引入一个负挤振的写法 那么挤振的加法这种操作很简单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我们也就不需要另外再编写程序了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挤振的乘法印算 挤振可以相乘 那么挤振的乘法的过程比较复杂 它与算术乘法不一样 矩阵的乘法它并不是多个矩阵之和 比如说三个矩阵相乘 是不是就三个矩阵之和 这不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算法基础是这样 就是假设我们有M行 有N列的一个矩阵A 或有R行微列的矩阵B相乘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矩阵C 那么这个计算它必须首先要满足的就是什么呢 A矩阵它的这个列 比如说我们的A矩阵有三列 那么和这个B矩阵就是相乘的一个矩阵 它的函数要相等 这就是第一个矩阵它的列数 必须给第二个矩阵的函数相等 那么在这个乘法印算过程中 首先是第一个矩阵A 它在DI行 在所有元素 就是比如说第一行 它的所有元素以第二个矩阵D接列的所有元素相乘 并将相乘的结果相加 比如说这里我们看 就是第一行的五乘一 这个第二个矩阵的一列五乘一 然后加上八乘二 加上三乘十 那么这样就得到一个元素 接下来在第一行的获得个第二列相乘 那么这里就是五乘十八 八乘十一 三乘三 这样乘过来 好 接下来就用第二行以第一列相乘 以第二行以第二列相乘 就分别得到这两个元素 那么最后计算得到结果 就是这样 这就是矩阵的乘法 我们用语言来描述 看起来很麻烦 实际上我们如果用程序设计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进行这种行列的相乘 然后相加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描述的过程来编写 矩阵相乘的这种印算程序 这就是矩阵的乘法程序 那么这个矩阵乘法的这个函数很简单 我们看它首先需要传入的是两个矩阵 就是需要相乘的矩阵 然后第三个探数就是相乘后得到的结果的矩阵 然后这个xy是我们目标矩阵 就是c这个矩阵它的行数和列数 对于矩阵a它的列数是未知的 那么我们也需要传入这个 参数 那么这个z它就是用来表示矩阵a的列数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清空 它首先将矩阵的清空 然后这里就进行一个循环 分别将相乘对应 就是第一个矩阵的每一行 第一个矩阵的第一行的每一列 以第二个矩阵的每一列的数据进行相乘 然后累加 就是按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操作顺序 那么最后就得到 得到结果就保存在这个矩阵c中间 这就是这个矩阵向存在的一个函数 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主调函数这里我们还设计的比较复杂 因为它存在几个问题就是我们矩阵A的行列 矩阵B的行列 矩阵C的行列 然后我们这里为了适应多种方法 就是适应各种不同的矩阵来操作 我们没有规定每一个矩阵必须多少行多少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使用动态分配 这个地方比如说A他就使用那个指针的指针这种来引现指向一个二位数据 也就是一个矩阵 同样B和C都是一样 那么下面我们就需要根据我们输入了这个行 就是矩阵A和B来 矩阵A首先输入它的行数和列数 那么行数A的行数列数确定以后 我们矩阵B它的这个列数行数也确定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输入矩阵B在列数 然后这里我们就根据这个ABC三个矩阵 它们需要占用的磁盘空间来使用动态分配内存 这里我们因为是对是指向指针的指针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使用一个循环 然后不停的分配这个指针 让它来保存到这个比如最后结果的指针里面 那么同样我们的A也是一样 这一部分代码大家下来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我们用来动态分配二位指针的处理 好接下来就开始判断内存分配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了 那么就要求用户输入矩阵的数据 输入A矩阵有多少行多少列 然后输入B矩阵多少行多少列 那么这些都是输入矩阵的很简单 输入完了以后我们就调用矩阵相乘的这个函数 进行矩阵的乘法 乘完以后 接下来就输出矩阵C它的结果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把这个 主程序这部分写的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这里叫想让这个矩阵能够实用各种不同的矩阵行列的乘法 而不是规定的一个行列 所以我们首先要用户输入我们的A矩阵是多少行多少列 B矩阵是多少行多少列 通过这样一个输入使这个程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而实际上矩阵相乘也就是前面这一部分代码 这个函数很简单 那么我们编译执行这个程序看一下 我们输入A矩阵比如说有两行三列 然后B矩阵我们就已经知道它的行数了 就直接输出它的列数 好 接下来输入A矩阵 583 然后A矩阵第二行11 0和5 好 接下来输入 矩阵B的数列 这个地方是矩阵B 我们这个地方显示有问题 没输入正确 我们输入118 好 这里2 11 10 3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B矩阵是三行两列 回车 那么我们看矩阵相乘的结果就得到了 就是一个两行两列的矩阵 那么这就是对矩阵相乘的操作 这个地方要求输入 矩阵B的列数 好 那么 这就是矩阵相乘的这个代码 有的时候为了应算的方便或者资料储存的空间问题 使用一维矩阵可能比二维矩阵要方便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有这种要求 就是将二维矩阵或者多维矩阵转换为一维矩阵 那么我们这一节就以二维矩阵转换为一维矩阵为例 这些矩阵呢因为我们是使用二维矩阵的数组来保存 比如二维数组每一行假设有这样三个元素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那么我们就知道比如第一行 它的第一行元素 它位于一维矩阵的下标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它的第一 那么它就是这个行为零 那么每行为三个零乘三等于零 那么这个列等于零 所以它就第一个数五 它就位于我们一维矩阵的第零号这个下标 接下来第二个八它就位于第一号 这个因为这个为一了 然后三这个为二 好到第二行的时候 这个行号它就变成一了 那么一乘以三 我们讲的每一列有三个元素 我们一行有三个元素 那么这是三 三加零 那么就等于三 所以说我们的十一 它就位于这个下标为三的位置 那么这就是以行为主 也就是说把这一行放过来 再下一行 再下一行 这样来转换 那么以列为主的呢 就是按列来转换 比如五十一十二 这样转过来 然后是八零二 然后是三五七 那么这个公式怎么来计算呢 我们也就是用列 这个列号 比如我们现在是第零列 然后每列有多少个元素 再加上它的行号 这样来计算 那么有了这个公式 我们下面就可以编写程序来进行这个二维击声的转换 那么具体的代码 我们看 在这里我们分别定义了指向几正的这样一个指向指正的指正 这样两个指正变量来表示二维几正 然后要求输入几正的函数和列数 接下来就动态分配这个保存几正的内存空间 好 然后我们再判断这个内存是否分配成功 接下来就提示我们将二维几正的数据 转换 那么首先将这个二维数据我们输出一下 让用符先输入 就是输入这个二维几正的数据行列按我们的规定的行列输入 输入完成以后就进行转换 这个地方首先显示以行为主进行转换的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就按照我们前面设计的公式 列号加上行号乘以每一列多少个 每一行多少个元素 就是多少列元素 然后将它保存到 就是这个计算这个一维几正的下标 然后就将二维几正这个数据行列关系对应的这个元素 保存到一维几正对应的下标位置 那么这就是以行为主进行转换 那么同样我们看以列为主进行转换 那么只是这个公式修改一下 其他操作都是一样 好最后再输出这个一维几正 那么我们来执行这个程序看一下它的结果 首先编译 运行 输入我们几正的行列 我们假设有一个几正是三行四列的 然后输入第一行一二三四四个元素 第二行五六七八第三行九十十一十二 那么这样我们三行四列的一个几正 它如果按行为主转换 我们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但如果按列就是首先看一五九 然后二六十三七十一 四八十二 那么这就是通过行列的方式来转换 就是将二维的矩阵转换为一维矩阵 那么齐